黄土皇中 俯身跪地的汉子 用颤抖的双手 虔诚地捧起黄土 此时的黄土 已不单是黄土 它被赋予了耕的含义 成为民族精神家园的象征 我生活在山西 显然对于北方的这种风土人情 北方的民俗 给我滋养了我 1990年的夏天 北京舞蹈学院的校园 处处充满着离别的情绪 别的同学的毕业演出 只是一个节目 而张继刚献上的 却是一整台晚会 黄土皇是晚会的节目之一 张继刚为他的晚会 取了一个质朴而热烈的名字 献给俺爹娘 张继刚用这样的方式 表达对远在山西的父母的挚爱 我的父亲他读书的时候 家里交不起学费 他的办法就是 快到下课的时候 他就早早地跑出课堂 给人家去敲那个铃铛 然后快上课的时候 他再去敲那个铃铛 然后以此劳动 可以自己就去学习读书 但是我的父亲给予了我很多逻辑上的一种思维 做事很严谨 很认真 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正好相反 奔放的性格 矮长戏 认的字不多吧 但是呢 他能够猜 是吧 如果是报纸上有十个字 他凭着这仨认识的字 他就能猜出这句话是怎么回事 会减持 会做面羊 会讲故事 然而几年之后 父亲就过世了 此时的张继刚 已经从北京舞蹈学院 调往总政歌舞团 但父亲终究没能看到 他视野最为辉煌的时候 这成为张继刚 此生极为遗憾的事情 父亲去世后 张继刚的母亲 一个人守着家乡的黄土地 不愿意到城市来生活 此后的张继刚 尽管日夜忙碌 还是经常会回山西 看看高龄的母亲 和家乡的黄土地 我母亲86岁了 我和我的夫人 给我的母亲一起拜年 我的母亲 拜完年以后 祝我妈妈怎么着怎么着 以后我妈妈摆摆手 让我和我妻子过去 跟我说 你要做一个高尚的人 你要做一个纯粹的人 张继刚没有让母亲失望 他一直很努力地探寻 能让他的生命产生激动的源头 1996年的一天 张继刚又一次回到山西采风 正是这种博大的精怀 请客间触动了张继刚 他生出一种强烈的渴望 希望能赋予牵手观音 一种动态的生命的美感 这种激动 一直萦绕在张继刚的心里 直到三年后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找到了他 他们即将赴美演出 需要排练一台晚会 张继刚终于有了创作的机会 2000年给他们排练的时候 首先遇到最大的困难 还不是沟通 不是说我说话他们听不见 还不是这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 是业余的 你一出手我就知道你是业余的 就看起来很不协调 就是他不懂得动作的协调 他不懂得动作的圆润 他不懂得动作的延伸 他不懂得动作的启程转合的 整个的一种美学的统一 在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 要将一个没有任何舞蹈基础的身体 训练成一个有着专业躯体语言的身体 难度可想而知 但是演员们发自内心的对艺术的渴望 给了张继刚莫大的动力 他们充满了渴望 在他们从事艺术的道路上 从来没有这么多的艺术家 如此重视的时候 麻所地教他们 他们都是处在一种兴奋的渴望的状态 但是很吃苦 残障人 但是看到了在他们身上 所体现出这样一种非凡的创造力 再一个呢 就看到这样一种崭新的东方的艺术 中国的艺术 再一个呢 看到了美学如此完整 如此崭新的 如同梦一般的绚丽的艺术 所以说为什么会不成功呢 之后张继刚受聘为 中国残疾人艺术团 唯一的终身艺术指导 在他看来 四肢健全的人 未必能成为一个优秀的舞者 而只有对生命 有深刻认识的人 才能真正成就舞蹈 请刘奇同志向张继刚先生 颁发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 总导演聘书 2006年4月16日 这个日子对张继刚来说 无比神圣 他和张艺谋 陈维亚一起 成为第29届 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 创作班底的核心人物 作为一个艺术家 我特别想为中华民族 远百年奥运的梦想 做点事情 让全世界的人 感受到当代中国艺术家的 巨大的智慧 为整个中华民族 赢得他们属于当代文化特征的 当代一个崭新中国 同时也是一个古老中国的一种 巨大的智慧和魅力 和一种不可抗拒的 伟大的精神力量 这就是我今天 此时此刻最强烈的 令张继刚欣慰的是 到现在为止 奥运会残奥会 开闭幕式的彩排 已经全部展开 一切都已就绪 只为那一刻的到来 而此时 张继刚的母亲已九十高龄 张继刚有时候也会将老人 接到北京 带着她去剧院听戏 或者看自己导演的舞剧 就像小时候 母亲带着她去看戏一样